那种感动我相信到最终呈现给大家 他们一定可以从萤幕的那一头 从电影里面的黑暗当中 看到我们对角色的用心 因为当开始我们自己有设定一些方向 就是说要么就是透过电影去控诉这个议题 要么它就是一个故事的大背景 后来我就选了后者 我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个电影去控诉太多 所以后来我就把整个的故事围绕在两兄弟的身上 当你去了解到这边的移工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每天的上班下班是多么辛苦 当然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那就是他们的日常 可是他们拿到的薪水 甚至是像我饰演的阿邦 他要如何生存在这个环境 你会觉得一开始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问题 哇 他们是可以这样生存下去 可是当在饰演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在角色里面感受到 角色会有很远远不绝的生命力 我一直有一种活下去是如此珍贵与骄傲的一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拍拍到一半自己的感受就是 我实在生存得很悲哀 可是我活得很有尊严跟隐气 我自己给自己角色的一个助击 弟弟跟阿邦是行李不离的 然后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 其实他们的沟通方式是熟的 很熟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表现出来 你只要一个眼神 你一个动作 他大概就可以知道 但我觉得在这个成长过程中 两兄弟一定有他们的一个默契 我们有的时候会一起在饭店楼下散步 我们会一起散步 然后一起聊角色的东西跟台词 我们那个时候相处的这个方式真的是熟悲 合作得非常的愉快 康仁哥我碰到他 我们在聊这个故事的时候跟导演跟新店姐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康仁哥对于表演的认真跟自作和要求是什么 然后谢谢他对我的疼爱如果有机会 让我来当你哥哥 我来抱抱你 我们永远都是家人 走到现在 我们终于把这幕片拍完了后 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 那种感动我相信到最终诚信给大家的时候 他们一定可以从荧幕的那一头 从电影里面的黑暗当中看到我们对角色的用心 这个是我很笃定会发生的事情 感谢观看 片段 芯 5 2 3 3 4